第七十四届嘎那国际电影节于近期开幕 经过一年的休期 今年的嘎那无疑是影迷心中的大年 值得一提的是 张艺谋《活着的修复版》也将于8月11日在法国重映 1993年 一本名叫《活着》的小说正式首版 初中的中国故事也从于华的精神世界 向现实世界弹露出宏大深刻的面庞 1994年 直到过《红高粱》 《大红灯笼高高挂》导演张艺谋 将《活着》的故事翻上了电影荧幕 同样来自文学作品 同样充满了宏大的时代感 人性的深度 那时候的张艺谋或许还想不到 《活着》在后来的岁月里 近乎可以和霸王别姬站在同一高度 对于电影影迷而言 1994年应该是世界电影都无法避开讨论的一个大年 1994年 国产电影有大话稀有 重庆森林 《饮食男女》 《活着》等 中国之外诞生了阿甘正传 《孝生客的旧熟》 《低俗小说》 《这个杀手不太冷》 《暴雨将至》等 对于电影来说 1994年的确是前无古人 在没有哪一年 仅喷尸地诞生过如此多的经典作品 同一年的国产电影中 《活着》依然在众多经典中屹立不倒 隐隐成了经典中的经典 成为能够代表华语电影高度的作品之一 1994年 由张艺谋导演 葛优、龚立、郭涛、尼大宏 刘天池等人主演的《活着问世》 这套导演演员阵容 只看一眼就能知道 这部电影必然不会差 何况《活着》的原著还是余华 后来证实了这个猜测是正确的 《活着》是典型的 墙里花开墙外乡的作品 《活着》故事中 对社会和人性的讽刺十分犀利 尽管电影进行了一部分删改 还是没能逃脱被封禁的命运 但《活着》还是拿到了第47届 盖纳电影界评审团大奖 葛优也在那一年成为中国第一位 盖纳影帝 如果要给《活着》的成功 论功欣赏 故事本身是最大的功臣 这部电影的文学性是最重要的一环 其次才是导演和演员 余华在《活着》的序言里 写过这个故事的创作背景 她听到一首美国名歌《老黑奴》 歌中的老黑奴经历了黑暗的一生 时代动荡 家人相继离世 而这位老黑奴依然友好乐观地对待世界 这首歌让于华深受触动 将这个故事立足于中国 创作出一个坚韧乐观的中国人形象 电影《活着》 讲述的也正是那首美国名歌的故事 从前的地主少爷福贵 嗜赌如命 性格纹扑 输光了祖上三代的家底 气死了亲爹 怀着孕的老婆家珍 也被气得带着女儿奉下回到娘家 一年后又带着儿子有亲回到他身边 福贵看到一贫如洗的家 年老的母亲和老婆孩子 决心痛改前非 和同村的春生开始做起皮影戏生计 日子本来一天天地过着 国民党军队却来了 福贵和友亲都被抓了壮丁 后来又成了俘虏 一尽千辛万苦 福贵终于活着回到了家 可母亲已经去世 女儿凤侠也因为一场大病成了哑巴 这样清贫的日子 福贵和家珍依然乐观地生活着 当上县长的春生刚好上任在福贵所在的地方 一次事故中 春生不慎撞死了福贵的儿子友亲 人时隔多年再次相见 却是这样的境遇 失去儿子的福贵和家珍 给亚巴女儿凤侠找了个老实可靠的丈夫二喜 可凤侠在生产中也因为大出血去世了 只留下了小孙子 他们给孙子取名叫馒头 电影的结尾用了原著中的经典句子 鸡养大了变成鹅 鹅养大了变成羊 羊大了又变成牛 动荡一生的福贵对着孙子馒头说道 今后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 故事简介已足够震撼人心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人在经历这些苦难以后 对世界的看法 对生活的态度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 故事中的福贵完全体现了中国底层老百姓的精神 坚韧乐观勤劳 这个故事最动人的是大时代小人物的史诗性 以及福贵对待生活的态度 从民国到国共内战 再到解放建国 十年文革 福贵不是政治家 不是军人 不是义愤填膺的知识分子 年轻时他是败光家产的地主少爷 后来他是被抓撞钉的农民 再后来他是一个不轻易放弃生命的老人 可时代动荡对福贵命运的影响十分明显 被抓撞钉 导致了母亲去世没能见最后一面 导致了儿子女儿因为没有爸爸而受人欺负 后来激进的社会风气又渐渐导致了儿子有亲 女儿凤杂的死 女儿在生产后大出血 因为但凡有经验的医生都被逗成反动学术权威 像三天没吃饭 浅鲜被馒头噎死的王大夫 他们都成了时代的牺牲品 近代中国浩浩荡荡的命运 通过福贵这个农民悲惨境遇展现的淋漓尽致 而福贵的形象或许暗示了近现代中国的形象 或许电影中的二胡配乐皮影戏曲同样是亮年之一 随着剧情的推进 缓缓响起的二胡声毫不突兀 那种浩瀚时代渺渺人生的无奈感令人感动 皮影的大量运用也是本片在国际上获得认可的一大原因 中国传统艺术的魅力是永恒的 不该被随意丢弃的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 与原著相比 电影减少了悲惨的经历和对社会的讽刺 对情节进行了润化 让故事不再那么锋利 但即使这样还是遭到过封禁 原著中的福贵家道败落后一直务浓为生 电影中的福贵后来靠皮影生活 电影中多了许多喜庆的色彩 也因为传统艺术的加成 提升了电影的美学质感和文化深度 2000年以前的华语电影几乎都充满了时代感 是一种文化积淀的产物 如今华语电影中 更多的则是娱乐化的产物 相比之下缺少文化积淀 既没有扎根的文化土壤 也没有足够的想象力 正如故事里说的 活着的意义就是活着本身 但活着本身的意义可能并不只是活着 这句话适用于每个人 也适用于当下社会 时隔27年在品活着 浪潮面前人如蝼蚁 每个时代都一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